葫芦博士智慧听出来 第35集 刘沙和收沙僧 在上一集呢 葫芦天使讲到了 在灵吉菩萨的帮助下 僧悟空终于打败了黄蜂怪 救出了师父 现在呀 师徒三人又继续出发了 有一天呢 他们走啊走啊 走到一条大河边 这条大河呀 灰蒙蒙的 看起来无边无际 水流时不时地拍打到岸上 轰轰作响 唐僧坐在白龙马上 很担心地看了一会儿说 悟空 八戒 你们看 这河水这么急 我们怎么过去的 猪八戒也拍着大腿说 是啊 哎呀 我看这附近呢 连一艘船都没有 唐僧又忍不住 哀哀哀地叹了几口气 突然 他转头一看 河边立着一块大石碑呢 他赶紧跳下白龙马 走过去看个清楚 大石碑上写着三个大字 流沙河 孙悟空纳闷地说 流沙河 难怪这里的河水都脏脏的 唐僧又说 底下还有一首诗呢 我看看写的是什么 八百流沙戒 三千弱水深 鹅毛飘不起 炉花定底沉 刚说完 猪八戒就哀哟一声说 哎呀 糟了 师父 这意思是说 这条河很深 连鹅毛和卢花那么轻的东西都不能在水上浮起来 哎呦 我估计啊 我们坐船的话肯定会沉到河底去的 突然 河水咕噜咕噜地转起来 对了 就像龙卷风一样转得越来越快 哗的一下 河水卷起了五百